台灣的劇場第一集 Playground 南村劇場 Playground 南村劇場 坐落於台北101大樓和世貿中心附近的 信義公民會館暨眷村文化公園當中 這個位置是四四南村的舊址 四四南村因為位於台北市信義區都市更新計畫的重要位置 所以經歷過許多次的拆遷危機 原本預計在1999年時拆除 但是作為第一個建立的眷村 四四南村對於台灣獨有的眷村文化歷史含義重大 於是在社區居民以及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 終於在2001年時被台北市政府列為歷史建築物 成為了第一座被保留下來的眷村 經過改建後 在2003年以信義公民會館暨眷村文化公園的新面貌對外開放 而影片的主角Playground南村劇場是在2020年1月時正式進駐 該場館是由大清華傳媒統籌集結了青鳥書店以及Udesign有設計共同合作 他們融合了劇場、閱讀、設計、餐飲這些多領域的跨界元素 並且結合了四四南村的眷村古蹟文化特色 呈現出了一個非典型的展演場地 提供給藝術創作者一個實驗、飾演、孵化星座的複合式一文空間 現在就讓我們透過正在彩排的演出 來體驗一下劇場空間的真實情況吧 全身版蕭羅蘭的張維廷 喂 喂 哈哈哈哈 這個世界上只有兩座男人 我還有我以外的 帥 帥到我的硬朗 我的拳頭嗎 當然難不成是別的地方嗎 這哪裡來的衣服啊 你也要問是哪裡來的自信吧 自信? 天真內建的 哦 哇塞 衣服是跟黑體貌租的 誰平常會有這種衣服啊 嗯 嗯 誒誒幹嘛這樣 來來來 喝酒嘛 來來來來 哦 乾杯 哦 哇塞 算了 這一罐 誒 藍寶 見你 誰 誰買藍寶見你 陳希希啊 我只買這些模型 而且還要考慮很久 你中樂透就可以了 啊中了 我這車子和女人兩個都買 我記得你也擔心很久了 誒等一下 你用野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 誒不是 你用野是什麼意思啊 你用野了不起對不對 誒糟糕 這個光混節要來襲了 誒誒這邊三比二你都快知道 來人呢關門 放單身口 啊哈哈哈哈哈哈 Ari 啊啊 阿 啊各位冷靜一下 單身很好好嗎 喂 咪咪嗎你 未婚夫說 未婚夫 還好 你要結婚啊 為什麼沒有要跟我們講啊 而且為什麼知道陳彥琪知道 我沒有要刻意隱瞞啦